不要轻浮了 不要觉得冤枉 说我的孩子只不过如此 为什么会被判这么重的罪 这是法律 本身它就有等级的 你组织犯罪 或者个人的犯罪 那是不一样的 同样的杀人 同样的伤害 不一样的 以及你涉及到了 涉及到了层面 可能你觉得很冤枉 不是我干的事 是他干的事 可是你们在一起 在犯罪现场 我想这是 邓宏向各位表达的 那我想邓宏先生 是不是再进一步谈谈 比方讲 类似青少年 比较容易触犯的东西 我们比方酒醉驾车 比方一般打群架 打群架还没有造成 用刀的程度 一般这样的打群架 包括吃一些药等等 或者玩一些干 通常来讲 一般来讲 在犯罪的 在刑法上来讲 一般来讲 您认为会是很重呢 还是因为他们是青少年 所以有可能根本 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处罚 等等 您是不是可以谈谈这方面 对 在美国里面的话 相对的说 是对小孩子的话 他也觉得的话 是应该rehab 改过自信 给他个机会 最近这个礼拜里面 联邦最高法院 有个判决的 说如果是小孩子 没有杀人的话 你不能够判他中心 减进 所以这个的话就是说 如果他改过自信 应该给他个机会 不过的时候 在加州的话 在十年以前 通过一个法规 如果你是十五岁以上的话 犯了罪的话 是属于重罪的话 他可以将小孩子 从新校年法庭的话 直接移送到成人法庭 来起诉 小孩当大人吧 对 为什么 小孩子里面的话 以前就是说 你犯了最大的罪 就算杀人罪里面的话 你到了二十五岁的话 你都可以出来的 这是加州的法规 不过来说 后来十年以前 就改变了法规的话 就是说 如果是以前有前科的 尤其参加帮派的 又造成很大的伤害里面的话 他就不像你 当成青少年来处理 当你当成成人的 所以说十五岁以上的人的话 有可能会 因为他所犯的罪的话 是严重的话 就当成成人来处理了 那就是说 一个十六七岁的青少年 一个孩子 他可能犯了一个罪 结果搞到二十三十年 对啊 因为他参加帮派打架 以后有前科 累教不改的情况之下 里面的话 就是说 加州还有三证出局 以后你小孩子犯了罪的话 用刀 用这次弄势 抢劫 入务抢劫 这些东西里面的话 前面青少年的话 是犯了两次 但是的话 一旦只能 犯了第三次的话 你就三证出局 也是二十五年以上的劳刑 蛮重的 非常重 加州的法律 因为犯罪率太高 他觉得的话 就是说 那你这种情况之下 里面的话 你要重罚 你小孩子 已经给你一个机会 所以他给你第一次机会 你不好好珍视 那第二次加倍 第三次里面的话 就是所谓的key 将来要死 都扔出去了 所以这个法规的话 已经是有点 是交往过阵了 太严重 罚得不合道理的 但是的话 法律是法律 我们家长 我们新移民里面 我们不能够说 我常常有一个案子 在十多年以前进来 第一个案子 家暴案件 他说邓律师 我是光来美国的 你能不能跟法官求情 说我对美国 法律不是很熟 我说这个美国的话 有一句话就是 ignoling of the law is no defense 对法律的无知 不是辩护理由 他说你就试试吧 我说什么事呢 他说 让我跟法官讲 我说OK 那好 我就跟法官讲 他说法官 在中国大陆的话 打老婆是 是知空见惯的事情 不同的事情 我爷爷打我奶奶 我外公打我外婆 我爸打我妈 已经变成家庭传统了 以后他警告一下 就好了 因为我在国内里面的话 我常常打我太太的 都没有事 为什么 你们给我一个机会的 法官就说 所以你在国内 以前打过你太太 他说打过 他就说 我现在已经不打了 我将来也不会打 他说 他再问你 你真的有打过了 他说 有打过 他说OK 那好 本来可以罚你十天的义工 将他关了三个月的牢 他说 临走之前 他还说 Mr.Chan 对不起 你现在是在美国生活 我从今天开始 要将你的家庭传统打破掉 所以很多时候 我们不能够 我们入乡随俗 我们不能够说 我新移民 我就不应该 我就可以不遵守法律 所以往往法官的话 就是如果你是新移民 你更要遵守我们的美国法律 如果你不懂的法律 我重罚你 你下次就不敢 不敢 就知道法律了 在我们亚洲地区的话 我们都有一个 所谓的普及法律教育 政府会花钱 很多法律机构的话 会宣传 以后再加上的话 我们的话 会看到子 有媒体 大家都知道 但是我们新移民的话 就过去的话 来到这边之后 英文不懂 法规是英文的 以后所以造成很大的问题 我们常常说的话 这个法律不懂 好像小孩子 很多人知道 小孩子已经满18岁了 可以喝酒了 不对 加州法规里面的话 18岁可以投票 可以开车 但是不能够喝酒 有 连我都有这个误解 对啊 喝酒必须21岁以上 喝完啤酒 放完啤酒的话 顺便将它灌 放到车上里面去 没有喝完 或者在餐馆喝完的话 酒打开了瓶子 扔就太可惜了 就放在中间的地方去 在加州里面的话 在车里面 就打开罐子的啤酒 烈酒的话 都属于违法 都是属于准 所以有的时候 我们有代表一些案子里面的话 小孩子去玩Baseball 回来之后 将它球棒放在后座 警察一拦你下来 找不到什么地方 马上你后面的持有武器 那个是致命武器 球棒 最常见里面的话 警察里面的话 我们常常 我们中国人都喜欢信风水 在车上挂了一个幸运的符合 机箱的 常常见到的事 对 常常见到 有的时候 我们国内来的时候 还是挂个毛主持像 可以保佑 但是这个是违法的 这个违法 对啊 一直我不懂 对 以后警察可以以这个理由 你挂了东西 作为你的事项 你又可以给你开个Ticket 等一下 这个确实违法 那是违法的 对 因为你已经挡住 那个后视镜的部分的话 你是应该要保持这个 一个 所以交通法律 所以有很多理由的话 我们 虽然我们不宣传的话 我们大概都不知道 所以我们常常说的话 就是说 我们做新移民的话 我们要先知先觉 有什么新的法律 要先了解 不要后知后觉 有后知后觉的时候 等你这是 很多就来不及了 买不及了 到我手上的话 已经是倒霉了 所以为什么 我觉得是NewsGoogle这边的话 有这个平台给大家的话 大家多点交换资讯 多点了解新的法律的东西 这是非常好的 我很感谢你对NewsGoogle的评价 但是我觉得仍然不够 我现在要请问 我知道邓洪先生 你对这方面 青少年犯罪等等等等 很关切 很关心 那不止因为是你的职业的关系 还因为说 你真的关心 希望华裔的家庭们 都不要发生这样不幸的事件 而偏偏很多人又不知道事情会这么严重 所以又很轻易去犯了 我想请问邓先生 你认为你有什么方法比较具体的 除了靠我们现在来说 来告诉大家之外 有没有什么具体的方法 能够让我们的华裔家长 对这些法律的尝试方面 有更明确的认知 然后让孩子们不要去触碰到这些事情 因为时间有限 我就直接切入这个重点 怎么帮助我们的家长 非常重要 为什么在华安社区有个组织 叫亚裔青少年中心 亚裔青少年中心 在成立的话 20周年了 以后 创办的主任的话 那个Maito的话 他也是逼身奉献给亚裔青少年中心 他上个礼拜的话 不幸去世了 不过来说 我们所有的理事都觉得 应该将他的精神 传递出去 传播出去 毕竟的话 在20年以前 他看到小孩子犯错那么多 他跟现在任的国会议员赵梅欣 当时的话 他还是个二维席顾波的委员 他们两个人创办了 亚裔青少年中心 当时他一个人创办 以后辅导小孩子 让他们走正路 到目前来说 已经20周年的话 在两年以前 我是这个中心里面的理事长 以后我们现在已经有 三百多万的经费 五十多个员工 专门提供整套的 这个青少年辅导 从戒毒戒酒 到那个房子参加帮派 这系列的 到现在的客户辅导 所以是三毛的时候 如果家长的话 有钱将小孩子送到 After School去 让他occupy 让他们学到东西 健康的 有supervised很好 如果是没有钱的话 我们亚裔青少年中心 可以提向低收入的 或者是提供低费 或者是免费的 科后辅导 中文教课 以后我发现 所以这个中心里面的话 我们一方面是从州政府 还有县政府 联邦政府拿的经费 有20%的经费 是来自社区 好像像大华 很多是guest company 爱迪生的公司 他每年都捐款给我们 我们自己里面的话 也经常请一些 社区名人 好像李昌玉 来鼓励青少年 怎么样找你们这个组织呢 626-309-0622 打这个电话 可以得到很多这方面的服务 对 低费跟免费的 它是一个非营利纪 免费的 对 好 那我们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们暂时告一个段落 谢谢大家 也尤其谢谢邓红先生 谢谢大家